这个题目呢老师也有印象 选票不见了 真的真的假的 跑去哪了这样 那时候是2020年11月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结果 计票过程有一些风波 两大阵营在关键摇摆的时候 票数呢差距将此不下 你也知道他是选举人团啊 对不对 赢者全拿 这个其实很冤枉你知道吗 我就是 这个选举人团票 输给你 但是我的全国选票是赢你的 这我就最遗憾 美国网友盛传 宾州30万张选票没去啊 然后美国报了 台湾也报了 然后网路在讨论 那时候那就很关心嘛 都觉得哇奇怪 我们好像是美国的一州耶 怎么这么关心啊 那不久经过新闻查核单位 啊没有啦找到了啦 那是邮寄过程当中 还在配送啦 跟你网派一样 配送中 没有消失啦 好那国外媒体呢 不少的报道内容 并未符合实际的状况 哦那要查证嘛 守门人嘛 啊答案都被我讲出来了 来 落实守门人专业把关 消息的正确性 你是个专业的媒体人 你听到这个消息 30万张选票没去 那有可能 你又不是借员时票 那个开票的时候停电 然后选票不见 没有这种事情啦 都什么时代了 所以你要去把关说 这个新闻的真实性 有时候我一听都觉得很唬烂 怎么会有这种事 后来发现是假的嘛 所以你也要去怎么样 做到所谓的媒体试读嘛 你不要看到他怎么报你就相信 像我都是怎么样 全部看一遍 这个重大的事情 全部看一遍 媒体 不管是电视网路还是报纸 都给他看一看 然后就判断说 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你不要被牵着走 做人最怕就是 被牵着鼻子走这样 要有一些自觉自我意识 大家选的是逼 谢谢大家